佛前 供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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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最简单的 是要供一杯水 其他工具 香化通通无 香不点都无所谓 水一定供一杯 水代表什么?水代表心 看到那杯水 我的心是否像水一样干净 一尘不严 是否像水一样平等 水平 所以水代表清静 平等 水这个意思 水不是给佛喝的 是给我们看的 给大家看的 看到那杯水 我的心要清静 要平等 用这种方法来提醒我们 没有一样不是苦口婆心 想些方法来教我们 我们然后才体会到 佛对我们恩德之大 设想之周到 不佩服到五体投地都不行 哪有迷信的? 各位要知道 佛前面的那杯水 不要共茶 茶有颜色 它不干净 那就代表心里头有污染 所以要共清水 那杯清水 用水喉水 还是用滚水 那无所谓 只要那杯水干净 里面没有污烈 那就可以了 你懂它的意义 是表发的 譬如我在前面讲的 供水 佛前面供杯水 你一看就知道 哦 我个心要好像水一样清淨 要好像水一样平等 永远保持清淨平等 离开佛堂就忘记了吗? 哪个提醒你 你要知道 只要见到水 你就想到 我们平时喝水 倒杯水在那里 马上就提醒自己 去外面作客 人家招待最简单的 也是一杯茶水 见到水 见到水 就要想到 我们的心要清淨 要平等 如果你是只有佛堂的 那杯水是表发其他不是 那你什么都学不到 你就未免太笨拙了 你是过分的分别执着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